大家好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张云飞 在香港与你一起点视成今 五一黄金周刚刚过去 有许多内地旅客来港游玩 官方数据显示 防港的内地旅客数量约为62万人次 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拉动了本地消费 今天我们将连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 吹电邦选手带来电视频分析 吹先生你好 我们看到五一黄金周游客增加 大旺了本地的消费 近期IMF都示出 由于本港消费等互动在通关之后反弹 他们将来可能会重新上调经济预测 那么参考五一期间的消费情况 你觉得通关能够几大程度上 大动本地的经济呢? 这个NF的评估是因为香港本身除了旅游之外 我们都是一个贸易的城市 但因为外围的环境变得比较复杂 特别是外地的水贸易的铁销 虽然是否估计可能香港的经济增长 会这样因为有些防患 但大家又看到我们又开挂了 其实正正在这体验到 其实越多的旅客 特别是内地富港的旅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均定的客源 我们说内地旅客的购物变得深深远 但它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消费 所以这个看到正正旅客 带动零售、服务、饮食 那个作用其实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NF的估计 特别是通关 所以会带来的提神作用 这个我同意的 我相信其实如果多看几个月 可能大概半年之后 可能NF会再进一步调高 那个估计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香港购物天堂吸引力下降 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旅客买东西是否购物 就觉得开心或不开心 虽然它调节机好 但如果旅客来到香港 不开心的又怎会买东西呢 虽然我认为旅客来香港 那个球迷的状况其实是不平的 但我认为我们自经 是可以有一些挑战是可以改善的 例如香港我可以从内地都想吐一下 例如旅客香港的消费 回回内地之后 那个棉水的额度 可不可以提高 从而是鼓励香港消费 这个对香港的提神其实是有望着的 那除了零售购物方面之外 目前香港旅游是否还有其他 能够吸引旅客的怎样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里面 旅客来香港乱人口味都有些转变 它除了我饮饮食食买东西之外 更加上追求是香港的深度体验 大家看到富豪雪糕车 都是旅客打卡和很想体验的东西 我们在一些地方 例如可能有很多警署 甚至是很多 我们平时没什么去打卡的地方 我们香港没什么留意的地方 但都是来自旅客很喜欢的地方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流行文化 或者在我们的原神灵的宣传 是可以真的真的做多些的 在疫情之后的第一个五一黄金周 人流回归了消费还未恢复的情况 香港和内地都有出现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2023年五一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 同比增长70.83% 但算平均值的话 2023年人均花费为540.35元人民币 较2019年下降百分之 经济想要找回失去的三年 恢复消费信心至关重要 让大家可以消费 敢于消费 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向美国 5月1号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国会称 如果国会无法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 财政部可能会在6月很快用完现金 届时美国或面临债务违约 如果真的出现上述的情况 将对世界经济及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相关议题 我们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MBA课程协理主任陈凤祥带来点击分析 陈先生你好 刚才提到美国或面临债务违约的时间 比早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7月有所提前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美国出现用现金融的比较快的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赞钱的能力 第二个是用钱的情况 但能没有这个能力很明显 美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的话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特别在国际上不停对中国对俄罗斯 使用这些所谓的手段不能够帮助自己国家解决问题 特别其中一个很好的个案是使用科技站 希望全世界的主要的高科技的国家 包含韩国、日本等能够跟美国在一起 但事实上所有这些高科技 他们往往最大的一个能够出口的地方就是中国 如果他不给他们发展这一方面的话 美国现在用这些办法 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赞钱的能力提高了 通过过去一年的数据 帮美国在这方面能够赞钱的能力很明显的减小 美国过去一年出口还是给进口的话还在减小 韩国也是相同 所以打高科技战的话 美国首先自己受伤 赞钱的能力当然难以体现 第二个用钱的办法的话 看来美国用的办法也是很不行 过去一年多 应该是超过一年了 对中国不停的使用这些 好我中国是一带一路 美国跟着一带一路的地方去走 总的来讲全世界美国都不停的消钱 不放着这个乌克兰的打让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不停花费这些军费 花费这些不同地方用钱的话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结果今天所讲的 它的预算方面的话就越来越不行了 好的那么如果耶伦所说的情况出现 对美国对世界各国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今天全世界美国为主的理论 就是说美国从来没有说违约 有钱能够拿 然后有钱就能够还 因为还不了的话 整个理论上都出现问题了 很多经济理论都是用一个假意 什么假意呢 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要买美国国债一定能够拿回赠金 但事实上不可能了 还有你就是不完成付款 就是利息不给的话 都有问题 你那平均还能够拿呢 最高平均吧 不可能 如果一旦平均投赛来 你往后再拿钱呢 利差一定要提高 反正说呢 我按经常的发贷 现在就增在一个差价 怎样不行增加 美国不是小数啊 它的总经文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总经文 达到什么31.41万的国债 不停增加这个利率成本的话 第一 美国人不能承担这个贵的成本 第二个 如果再不能够取占它的价值 再的价值就会掉下来 我们明白 最金光与黄出现问题的话 就是所谓的贵股银行 还有一共和国银行 它们的主意就是因为 它买了不小的相关的美国国债 如果美国国债掉下来 它们总的资产 总的价值能力的话 都掉下来 结果呢 再下来第二波 第三波的美国金融财务危机 就是银行也会不止倒闭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美国如果出现得喜欢的话 全世界我还愿意买钱 过来买人家在美国国债呢 因为我买的是机会安全 那么起在国呢 拿着这个东西有价值 你没有价值的话 全世界都抛美国国债 再来的再来更大 是的 就目前情况来看 如果美国出现债务危机 中国会受到哪些影响呢 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第一 中国还要买美国国债吗 如果买的太多 我的价值会掉下来 然后美国出现不能还钱 中国当然会受到这样子的 第一方面 第二个 美国国债目的增加 中国在中间 跟美国金融所谓的 美国对中国所计较的压力 它会减少呢 还能够派不同人 派不同权 到不同中国一带一路 所谓跟中国比较好的国家吗 能够到渊渡利亚 到中东巴达拉拉 到中亚国家吗 如果不时的话 中美之间的防征 美国可能会出现 一定程度上的困局 中国就更容易 按照中国所希望的 帮助船之间发展起来 对中国是个好事来的 好的 我们看到美国银行业危机持续 摩根大通近期收购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 这也加剧了债务上限问题的紧迫性 而在此背景下 美联储最新宣布 加息25个基点 不过 美联储官员删除了此前暗示 未来还会加息的措辞 这又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美国银行不停出现问题 事实上跟这个财务问题 有相对一定的关系 因为我们明白贵股银行 它能够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它手上买了不少的 相关的美国国债 本来整个平均很好的 但因为加利率都掉下来了 所以如果利率还是不停下 还是没有停下来减回去的话 美国银行能够表现的困境 会不停出现 不止美国债银行 美国的保险公司 它买的国债绝对不会想的 所以只要美国不能够 政治问题 不加利率 就解决不了问题 但美国它能够控制空降 就靠直接探查 但如果要控制空降 就加利率 加利率带来的经济受压力 所以美国这一切 还是在靠关环境之下 为了在中 为了在整个乌克兰方面 技术打仗 给一个俄罗斯制裁 所以它通常不能停下来 加利率能够解决一部分 也带来的 反正运渐也困难 就是经济受不了 美国的银行也会受压力 所以在上最后一句话也会 那结果呢 看不出如果处理问题 不是能够了真正 治标还是基本的解决问题的话 美国什么加利率 还是停下来不加利率 都会解决不了 美国本心的问题 一个国家 一个家庭 一个人 如果不能够强大自己的赞成能力 这国家风险永远存在 还有不停发展 越发越来越多 也不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 或是下载点新闻APP 为我们按赞 我是张云飞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